大家好,我是您好,喵哥 有朋友问喵哥说 作为实践人的老司机 你遇到的最怕的事情是什么呢 今天的喵哥跟大家聊聊 第一个,我最怕的就是陆怒症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在路上开车 发现可能是大家生活压力比较大 老有这么一些人喜欢带着情绪开车 而且一点不顺心 他不仅带着情绪开车 而且还老喜欢跟你黏在一起 遇到这种情况确确实是比较讨闲的 他容易把情绪和气杀在别人身上 而且车在路上跑 如果这样去开车的话特别不安全 所以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都是能避就避 如果说能把这个门锁死 能把这个玻璃摇上来 我都把门锁着,把玻璃摇上来 因为冷得一时之气 放不着为了这样的烂能 把自己的安全搭进去 这样的话就不划算了 第二种比较可怕的情况 就是在高速上面开车的时候 遇到那些在最左手的车道 长期归宿行驶和那些变道的时候 不打转线人 而且明明不具备变道的条件 在你面前疯狂变道的那些司机 自己不要命 自己不懂规矩就罢了 还容易把你也一块连了进去 这样的人上了高速 真的就是害能害己 所以我一般遇到了 要么我就干脆离他远离 要么我就快速超过他 如果遇到他想超车的 基本上但凡只要条件具备 我都会裁决刹车 让他先去投胎吧 别拦着他 不然的话他把你一起带上了 那可就悲惨了 第三种情况 就是我遇到的 自己都开车很没理论的情况 就是夜间跑高速的时候 跑了几十公里 都没有遇到一辆同行的车子 就是一个人在那跑 跑到最后自己都怀疑 我是不是还在这正常跑高速 就是有一种很恍惚的感觉 尤其是如果天气还不太好的话 你会觉得越跑越可怕 所以一般这种情况的话 我要么就干脆把音乐 就放在稍微劲爆一点 要么有时候会把车载蓝牙电话打开 然后用车载蓝牙 跟我玩得好的聊脸去 然后确定我是在开车 确定是真实存在的 不然的话开到后面会觉得很恐怖 第四种情况就是在南方山区开车的时候 尤其是晚上去那些陌生的地方 然后遇到团务 而且前部找车后部找电的 你这个车打过去 白毛面那片省物都看不见 这种情况 如果你没有什么经验的话 开起来这个人心里面很门底很毛 你又不敢下车去探路 而且停在那里也不是一回事 所以这个是很矛盾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一般通过导航辅助 开上雾灯 开上双闪 然后再结合喇叭一块 慢慢的挪过团务区 一般来说 这个山区这种团务 它的距离都不会特别长 如果说比较长的话 遇到旁边人家的话 干脆就停车休息 或者等待 因为你对于不熟悉的路况 贸然去开山区的团务 确实还是很危险的 第五种情况 就是夜间开高速的时候 碰到前面不开灯的车子 而且我还碰到过前面的尾灯 全部是坏的 那种很破旧的卡车在前面开 它速度还比较慢 所以这种情况 你要是速度开得比较快 自己没有一个预判的话 很有可能 你就直接装到这个车底下面去了 所以尤其是我们夜间开高速的时候 建议大家 但凡条件许可 一定要开远光灯 千万不要开近光灯 以免遇到这样前车车灯 坏掉或者压根键 没开车灯 尤其是这种低速的卡车 你就会觉得很恐怖 第六种情况 就是开车在过国道 省道 尤其是现在 由于生态环境的好了 很多国道省道旁边 那个树长得非常好 所以你有时候在一些这个标志 标识不往上的地方 你都判断不了 旁边是否有小的岔路口 这个时候呢 尤其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农村里面的老大爷啊 然后刚回城的这个小伙子啊 喜欢把一年没骑的摩托车 开出来骑这个时候 骑的特别猛 一不小心就是那路口穿出来了 像这种类型的这个鬼探头 有时候真的是反不胜防 因为一个小岔路口 植被长得比较好 完全胆顿你的视线 你自己都不知道 那个地方就是个路口 以为就是两棵树中间 它这么一个缝隙 你速度稍微没控制住 过去了 机有可能就撞到了 而且撞到了之后 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所以呢 假如我们过年过节回家 跑这样的国道的话 那么建议大家 车速稍微慢一点 如果不熟悉的路况 借用导航 然后呢 物观方产员一点 注意观察 随时做好准备 会不会有摩托车 从那个树林里面 直接穿出来了 这样的话导致你撞上去 好了以上六种呢 就是苗哥遇到的 从一个老世界角度认为 比较心理没底 比较害怕的事情 当然对应的一些解决方案 苗哥也给你提出来了 如果你还遇到了 比以上六种 认为更害怕的事情 也可以在下面 跟苗哥留言 我们交流交流 跟广大的老朋友们 给他分享一下 好了 如果你也赞同苗哥的这个观点 给苗哥点个赞 给大家关注 谢谢大家